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我自夸固然无异,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我要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 因为我必说实话, 只是我禁止不说, 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 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极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我成了愚妄人, 是被你们强逼的, 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 我虽算不了什么, 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在你们中间, 用百般的忍耐, 借着神迹、 骑士、 异能, 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 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诲呢? 这不公之处, 求你们饶恕我吧。 如今, 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 也必不累着你们。 因我所求的是你们, 不是你们的财物。 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 父母该为儿女积财。 我也甘心乐意 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 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罢了, 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 你们却有人说我是鬼诈, 用心计牢笼你们。 我所拆到你们那里去的人, 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 又拆那位兄弟与他同去。 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 不同是一个教宗吗? 你们到如今, 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 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 我怕我再来的时候, 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 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 又怕有纷争、 嫉妒、 愤怒、 结党、 毁谤、 谗言、 狂傲、 混乱的事。 且怕我来的时候, 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 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 行污秽, 奸淫, 邪当的事, 不肯悔改, 我就忧愁。